小手一挥就能改变键盘光效 你会喜欢这样的键盘吗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RXY OP75的体验 这把键盘有如下几个卖点 持旋服Gaskey结构 我觉得这个名字稍微有点夸张了 它实现Gaskey结构的方式 还是依靠定位板上的垫片 在键盘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拨杆 拨杆下面是有一个斜坡的 通过调整斜坡的位置来卡住垫片 进而实现调整键盘软硬度的效果 相比友商的可调整Gaskey结构来说 我认为还是有三点不足的 第一个是它当然不能实现无极调节 第二就是它只能控制左右两边定位板的松紧度 不能够很好的控制整个键盘的松紧度 部分情况之下 定位板还是处于弯曲的状态 第三个就是在PCBA底部的中间位置 还有一个软垫 容易导致中间硬两边软的这种手感 第四点就是我在将整个键盘调整到最软状态的时候 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定位板晃动的声音 根据以上情况 我个人推荐大家用最软的档位来使用这把键盘 键盘依赖手势识别芯片来支持手势识别功能 只要甩下手就能够切换灯效 那这个功能当然很好玩 但是我认为还是有两点缺陷 第一点就是一部分的灯效需要按键才能够触发 所以当你挥手之后 你有概率能够看到一片的黑色 你无从得知你具体是换了什么样的灯效 那第二个就是芯片的灵敏度有点太高了 非常容易误触发 你比如说我要伸手去按ESC键 就有大概5%的概率会误触发这个功能 甚至我坐在这边正常的码字 换一个坐姿就有可能改变键盘的光效 所以我用了一阵之后就按下FN加5键 把这个手势识源功能给关闭了 不过我觉得键盘上带芯片 也是一种特殊的装饰元素 可以参考下某些透明探索板的手机 对这个芯片进行一定的美化 我相信也能够让键盘的颜值加分不少 铝带式旋钮 铝带式旋钮的好处就是操作的时候会更加贴合你的手指 手感会变得更好 而且还不会占用键盘表面的空间 但是缺点就是它是横过来的 我个人建议是用食指去横向滚动滚头 而不是用大拇指去操作它 这样你在使用鼠标的时候 就不需要把手指横过来再去录这个旋钮 键盘的灯效 这把键盘的RGB灯效确实是非常的亮 甚至我把键盘放到了大晴天的户外 也能够很清晰的看到键盘的RGB效果 我的OP75还是蓝透版的 键盘是雾面的 让灯效有一种朦胧的扩散的感觉 键盘的手感很好 打字也不会觉得黏手 还有一个全透明版本的配色 再配上全透明的凯华水母轴 这几重灯效buff叠加之下 我估计RGB党看到这样的键盘都要走不动路了 打字手感 轴体使用的是和凯华定制的蜜蜡轴 手感方面非常像是加重版本的冰淇淋轴 我非常喜欢 大剑我认为也是无肯挑剔 算是给了我一个不小的惊喜 那键盘的矫撑使用了一大块的金属板 优点是非常的好看 缺点就是它有点重 会往下坠 在桌上移动的时候能够感觉到金属的刮叉声 转轴部分还得需要进行提升 那最后我想提的建议就是键盘上的名牌 建议字母的边缘多打磨一下 比较锋利会刮到什么 键盘28号在狗东手法 那这把键盘的定位我觉得是非常的明确的 就是冲着喜欢RGB灯效 喜欢稍微重一点的轴 比较在乎打字手感的人 正式上线时候的价格我还不清楚 你们觉得这把键盘售价多少 可是呢 我看你拿来的 你拿来的 我拿来的 我拿来的